成交仍然很少 星期開始陸續有科網企業公佈業績 接下來的走勢你會怎樣看 其實我覺得大股日均成交 今天都位置一個這麼低的水平 我這一刻給任何的意見 短線的意見就意義不大 因為大股成交今天低代表著什麼 其實代表所有市場的人士處於一個觀望狀況 他們不知道之後到底應該怎樣 所以這一刻你任何的分析或者估計 其實都是靠股 靠股就是對和錯沒有太多分別 所以我覺得就是剛剛我們說大股焦點 你說這輪當然業績期大家會關注 整體延言很多大型重磅 好像騰訊那些相關業績 但我相信不會令到市場很有驚喜 又或者驚嚇 所以短線出現業績當然說 這些重磅股5%上落的幅度 甚至一成左右會有機會 但我覺得不會是一些很大的轉捩點 所以短線當年年市場維持一個悶局的狀況下 就會不斷地等一些新的消息 等一些新的焦點 有什麼有機會 我覺得業績就未必是 但你說台海的局勢 或者疫情上的變動 又或者美國剛剛提及到的零售數據上 會不會市場開始對於 在微股上又再擔心點 導致資金又再次拆倉走回來 這些才是廣估有機會有轉捷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在這麼低成交的狀況下 代表著什麼 會走一個range 可能那個range 大概是19,500至20,500點左右 這些位置 1000點上落空間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在短線走勢上 就是當成交金額這麼低的狀況下 你最多那天要看短線 保住一些短炒心態 每天賺100點以內 你就用100點以內來做止竊 很小地去搏 但如果突然間炒 我覺得最多你都是跟著業績的股份上 做一些炒股不炒市的行為 所以短線來說 特別你看到超短線 我覺得應該都幾難玩 特別你越低成交金額的狀況下 你做判斷其實是更加之難 所以我覺得相反地 我覺得對於大部分投資者來說 特別是三個股來說 我會比較建議 真的等成交金額有突破的時候 才去找個方向 如果你是中長線來說 我覺得A股也好 港股也好 這些位置 你抱一些分駐吸納的策略是OK的 但一駐過暫時來說 真的還未在駐駐 二次探底的機會仍然相對比較大 慢慢地溝通貨 用時間去砍贏 它會不會相對比較實際 但如果你是短線的話 沒有的都是以一個炒上落 Range的格局位置 短線行止站在2萬點上 就繼續駁它上到2萬5、8點 8、5點駁至3、5、10點左右 OK的 短線就是這樣駁 但是如果想像是說 譬如港股今天升到最高位的時間 看到它明明倒升 LPR 即剛剛說的MLF 那些操作都出來了 你又不相信 升那段時間你才去相信的時候 那就變得難玩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短線做回調合理的經濟數據 有陣在調查 但是短線來說 可能有個放水的憧憬在這裡 看看這個憧憬能不能夠保持住 但是放水就不代表所有事情 一天都說了 所以真的很短線 而這些短線走勢上面 譬如恒子在村民2萬點 就開始要改變了 甚至說放水也夠不點了 有些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短線是難玩的 上上落落 那真的是炒一下波幅上落